8点气象时间 首先来看看吉一时影像 是台北建坛的微风平台 可以看到现在阳光已经露脸 天气看起来蛮好的 跟清晨的时候天气其实差距蛮大的 因为清晨其实在台北地区也是有些降雨 所以今天提醒您 其实台北的天气变化蛮大的 因为像现在太阳露脸 但要注意了 在晚上的时候 在北台湾 尤其大台北地区 这个水气又会增加了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了 而接下来透过卫星云图 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形态 因为今天比较属于一个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东边的水气相对来说就比较多 所以迎风面要注意 其实东半部今天整天都会有些降雨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宜兰以及大台北东侧都要注意了 这个雨恐怕是非常零星一波一波的 虽然现在水气基本上都已经减少 雨已经停了 但要注意了 今天晚上的时候 水气又会增加 尤其像是大台北地区宜兰 要注意了 到时候晚上水气增加 所以会不会看到月亮 可能要再碰碰运气了 而接下来还是要提醒您 其实今天开始 还有到明天 一直到周末假期 都受到了一个大低压带影响 其实水气都是蛮多的 所以这几天 如果有任何活动安排 最好都要注意降雨的状况了 而接下来提醒您的是台风的动态 目前有两个台风 首先先来聊被逼加台风 被逼加台风昨天是登陆了中国上海 凌晨时候登陆 而目前还在影响中国 所以还影响中国一近一天的时间 预估要再晚一点点 才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 对我们已经没有影响了 另外再来关心的就是个葡萄桑台风 其实它蛮像被逼加台风的路径 预估会一路的往琉球群岛来看 离拜三靠近楼就群岛 离拜四最接近台湾 但跟贝比加相比 它其实路径有偏难一点点 所以距离台湾更近一些些 但台湾说距离还是蛮远 对我们其实相对来说 没有直接性的影响 但也有间接性的影响 因为从明天开始 它的外围水气就会慢慢影响到 我们会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但目前看起来 它所处环境是不利于发展 所以它现在是轻度台风 预估在这整个路上 也不会再持续发展 在接近台湾的时候 甚至可能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但对我们还是有间接性影响 还是会带来一些降雨 至于现在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第17号热带性低气压 预估在12小时之内 会变成苏利台风 但接下来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远 对我们也是没有直接性的影响 但停歇年现在 台湾还是处于一个大低压带 所以水气还是偏多 也会持续带您关注 这个台风的发展了 而接下来要关注的 就是降雨的状况了 来看看雷达回波图 东边的水气真的明显比较多 雷雨豹慢慢移进了陆地 一大早清晨的时候 雨真的蛮大的 像是华东地区 一度其实三个小时的 雨量都突破百毫米 所以华东一度在早上的时候 是发布豪雨特报 幸好现在大雨特报 豪雨特报都已经解除了 但是一大早的雨 像是花莲封冰雨 最多是雨量正正来到66毫米 而累计雨量最多是在台东大太马里 有111毫米 要提醒您今天其实在 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 其实天气相对来说都比较不稳定 虽然现在水气已经缓和了 但要注意恐怕有时候 还是会一些降雨的状况 另外在中午过后 就是要注意整个嘉义以南的平地 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 会有一些午后的一阵雨 所以要提醒在下半天的时候 中南不要注意降雨的状况了 而除了降雨 再来关心的是高温的状况了 因为东半部水气偏多 但西半部要注意的 就是偏东风的沉降增温 有些地方其实温度蛮高的 来看看高温资讯 新北市是发到了纯色灯号 有机会连续36度高温的可能性 另外其他地区包含了 桃竹苗台中彰化以及云嘉南 都是红色灯号 现在有11个县市是8部高温资讯 基本上都会来到36度 至于东台湾就是因为降雨的关系 高温大概只有32 33度左右 而西半部高温就是有机会来到34 36度 甚至超过36度 所以东半部跟西半部 今天天气其实差蛮多的 而今天最后关键就要提醒您 赏月的指数了 因为今天中秋节 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赏月的计划安排 来看看这气象鼠提供的资讯 刚一直提醒了 在东半部水汽真的比较多 所以赏月指数可以看到 其实有分成五个灯号 所以看看东半部包含了 花东 宜兰还有基隆 北海岸 大概都是两个灯号 或者是两个半 所以这个其实赏月指数 大概是两成左右 而到台北地区 东侧相对来说 也可能会有些降雨 尤其晚上降雨几率也是比较高 所以看看其实这个赏月指数 大概也只有大概两成五 甚至是有些大概三成左右 所以到台北地区也是要碰碰运气 但目前看起来其实太阳蛮大的 所以晚上要持续关注 至于整个桃园以南 相对来说这个赏月指数 其实都蛮高的 很多地方大概都有八成左右 所以提醒您还是要注意了 因为中南部今天在下半天会降雨 但虽然预估三四点就会停 但如果下到晚一点点 恐怕会影响到云比较多 这个赏月指数会不会有所调整 也会程序带您关注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群势 首先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今天尤其大台北地区要注意了 因为可能会有些降雨的状况 所以导致这个平均高温大概34度 但目前新北市还有桃园 其实都是发布高温资讯 不排除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的高温 至于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今天的高温 大概落在34度上下 但中台湾现在其实也很多的县市 是发布高温资讯 所以局部高温恐怕也有36度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要注意的是午后降雨 而降雨的时候高温相对来说 是比较上不去 今天平均高温大概34度上下 至于在东台湾 东台湾因为今天整天来说 其实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正雨 所以导致高温大概只有32 33度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感谢观看